Hello Hello Welcome to Malaysia Saya Suhda Tata Kuala Lumpur Abu Chin-ta Haramu Hello 我是Melody 早上有意思的杉森 你好 我是Melody 早上有意思的宜兴昧欣 作為大馬人 無論你是住在高蘭波 或是你是沒一次到訪高蘭波 究竟以怎麼樣的形式 有沒有清楚感受到這個城市 有時候我們去到每一些地方 我們就會覺得這個地方很遊客 很旅遊 然後你就會有一點點炎氣 但其實我們真的在馬西亞 譬如吉隆坡 真的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地方 值得我們去拜訪 或者拍照打卡 如果你說我要去魂這麼多地方 有什麼好介紹呢 看到我今天這新裝扮 遊客戶 遊客戶 遊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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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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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我們要做一人遊戶 今天我們要嘗試這個 我們的觀光巴士就是 KL Hot On Hot Off Bus 是的 這個巴士有分兩條線 紅色線和綠色線 就可以讓你走訪 吉隆坡很多的景點 我知道 我知道 一共有26站那麼多 不單是城市區 還包括有花園區 還有很多KL的景點 都包括在內 是的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今天就帶你上巴士 一起遊戶戶戶 所以我們現在要上的 是這個Day Bus 因為它有分日後和晚上 我們今天就是日後的 哇 在外國就乘巴士乘得多 在KL我就真的沒試過 嗯 就是這裡了 所以如果你一般上訂了票 就在這裡拿票 哇 出發了 哇 我們現在要去第一集 哇 到了 現在我們就身在KL Hot On Hot 421米的 我們要走這個Tower Walk 看到嗎 我們現在是綁好安全措施的 然後就走 原來旁邊有些地方 是有這些高的鐵欄 有些是玻璃 我們看看 外面就是這樣的 看到嗎 如果有少少畏高的朋友 也有少少高 但是正常的話 都我覺得可以接受 不會太害怕 因為一出來這裡 你和其他很高的建築物 是完全是 感覺上是零距離 即是拍照的話 你可以像假白 可以摸到它們 坦白說 這個高度 對我來說 是沒有什麼難度的 說這麼快 整個KL Hot On的外圍 我們差不多走光了 如果有些朋友說他害怕的話 然後就說 我不敢看下面 其實下面三、四層樓 這樣看下去的話 即是他不像那些 去到最高的時候 那些玻璃這樣看下去 整個頭都這樣高度 其實還好 因為這裡下面就是玻璃 我覺得這裡刺激一點 因為剛才鐵網 你感覺上是 只是掉了一點 這個玻璃的話是全透的 所以看下去 是完全是看到底下的 哈哈哈哈 好害怕 我聽到玻璃聲 這裡給大家一個心理準備 因為在這裡 它會扮演玻璃裂的聲音 走你一走 但其實是沒事的 我們的差不多 這樣就完成了 嘩 你看看我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就在這個KL Tower的 Skybox 其中一個Skybox 因為這個景是118 Tower 所以你看到就是這個景 另一邊就拍到我們的 KL市市商摺塔 看一看下面 看一看下面 哇 這個下面 這個下面就是我們所謂的全玻璃 所以很多朋友來到這裡 就要挑戰一下 如果你是有 喜歡挑戰這些 這麼高的地方的話 就可以上來拍照 打打卡 甚至會有些朋友喜歡坐下 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 你在這麼高這麼高的地方 拍一拍照 拍一拍照的感覺是怎樣 說真的 我本身都不會太為高 但現在我也有少少不敢看下面 不過你坐坐下 你就會習慣 所以大家可以來私下挑戰一下 在高角度看完吉隆坡 很漂亮很漂亮的風景之後 現在就要搭實地 來到的就是2011年落成的 新國家皇宮 也是馬來西亞最高元首的官邸 對 在這裡 其實在外面觀光是不用錢的 都不可以進去 不過在一些特定的大日子的時候 就可以進去裡面 而且如果真是幸運的話會怎樣 是 幸運的話 就會有這個沙冰援光儀式 不過我們今天就沒有這麼幸運 所以在這裡拍照就好了 嗯 所以這裡見到很多一些觀光客 在這裡就非常闊落 而且呢 哇 陽光普照啊 你這樣看進去的話 就覺得是苦麗堂皇的 所以是一個對我們來說 遙不可及的地方 嗯 那裡有隻馬 我們走去看看 這麼快我們已經轉來這個 綠色線的Hot On Hot Off Bus 嗯 去了幾站之後才發現 原來搭這些Hot On Hot Off Bus 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都大開眼界 原來真的有很多遊客 甚至乎聽到一些本地的口音的朋友 都是馬來西亞來的 都是喜歡搭這個Hot On Hot Off Bus 是 今天我們就是其中的兩個 因為有些地方我們真的 是自己是親身沒有去過的 這次搭了這個巴士去體驗之後 覺得真的挺好玩的 所以如果有時候我們有些weekend 沒有什麼去做的話 一家人或一群朋友或一群同事 其實都可以一起參與一下 現在我們就要乘搭這個巴士 去到達丹麥迪卡 是 今天是我們的最後一站 是 去到那裡我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最後一站 我們終於來到馬來西亞哥倫波的 獨立廣場達丹麥迪卡 每次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都忍不住想大喊麥迪卡 其實來到這裡我真的覺得 很不一樣的感受 因為以前來的是工作 然後這裡已經是排滿了觀眾 或者是排滿了攤位 舞台等等 這次是我第一次 站在這個特丹麥迪卡的中央 然後這麼空曠 我可以很仔細地 看到四周圍的建築物 四周圍的風景 真的嗎 站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看到全景360度 每一個建築物 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歷史 你知道嗎 是的 所以你看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本身已經有這麼多景點 歷史 有待發掘 所以趁著我們國慶日 接下來我們慢慢仔細地發掘 馬來西亞的美好 你好 我是馬來西亞 老師的Vivian 馬來欣 我是Johnson 林真淺 祝馬來西亞國慶日快樂 祝所有馬來西亞人民 我們國泰民安